雖然說我們是在討論今年要出的iPhone 13 到底有沒有反向充電這個功能 但是你知道嗎 你手上的iPhone 12 其實早就已經可以反向充電了 嘿大家平安我是阿康 昨天晚上呢 蘋果在他的官網上 突如其來來上架一款叫做 MagSafe的外接式電池 那說真的 看到這個產品呢 其實吐槽點也蠻多的啦 但是雖然吐槽點也蠻多的 但客觀來講 我還是有看到一些還蠻不錯的優點 所以這部影片呢 就很簡單跟大家分享 這個MagSafe外接式電池 然後跟大家分享 它會對現在的iPhone 12 甚至未來的iPhone 13 有什麼的影響 好啦 我們先從它的規格 還有優缺點聊起好了 這一顆MagSafe外接式電池呢 它賣你台幣21990的售價 那雖然說官網上 並沒有明確講出它有多少容量啦 但是從那些照片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規格的蛛絲碼機 合理的推測大概是 1460-1500mAh左右的電量 那我相信大家看到這兩點 應該都覺得蠻傻眼的啦 蘋果怎麼在這個時間點 還推出一個只有1500mAh上下的電量 然後還要給你賣21990這種價格 因為合理來講 現在一顆1萬mAh的行動電源 也就幾百塊的價格 甚至你要買到一些 高容量的MagSafe行動電源 也大概就一兩千塊 而且說真的 最令人傻眼的還不是這兩點喔 最令人傻眼的是呢 它在充你的iPhone的時候 平常時期只能使用到5W的功率 欸你沒有聽錯 蘋果自家的MagSafe行動電源 只有5W的充電效率 那其實我自己看到這裡 我也是真的覺得蠻傻眼的啦 因為正常來講 蘋果自家MagSafe停診器的充電 大致上都可以提供到15W的功率 為什麼你自家的MagSafe外接式電子 沒有給你一個標準15W 你如果要在這個MagSafe外接式電子 拿到15W的充電電量 你就必須要給它接上線才有辦法 說真的看到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那就是當你這顆MagSafe外接式行動電源 接上線的時候 它是可以幫你變成一個 MagSafe無線充電盤的 而且呢各位 信不記得剛才講到 它只支援到5W的充電效率 所以這裡我會做一個小換算 我會把電池上面的7.62V 改成5V 因為標準的5W就是5V夜夜程度 那這樣計算 你會得到一個2226的容量 這個數字是什麼概念 就是一個iPhone 12 mini完整的電量 所以講完它這些缺點 我們還是從一些優點下去聊聊好了 第一個優點當然也不用講 就是蘋果自家產品的生態鏈 因為它就是一體式電池的概念 那我們都知道 當你使用無線充電的時候 它對於你手機電池的負擔 都會比有線充電來得更大 在過去大家都會詬病說 蘋果自家充飲電池殼 那個電池容量 還有那個售價 真的不是太好看太親民 可是它給你優點 就是在幫你的手機充電的時候 好好照顧到你手機電池的健康度壽命 所以其實我們不應該把它當行動電源來看 如果我們把它當成是 你手機額外一體式電池的概念來看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產品也沒有到那麼糟糕 因為基本上來講 這顆Magic外接式電池 在蘋果生態鏈這個管控下 它就跟你手機是共用一體的概念 因為它可以幫你整合在蘋果的位置下面 做一個全面式的電量管控 所以它是需要更新到iOS 14.7才能使用的囉 說真的這還蠻酷的 代表說你可以完美掌握這顆電池 還有你手機的狀況 再來第二個優點 就是它可以解放iPhone 12的反向充電功能 如果你在這顆Magic外接式電池上面 插上Lightning的線 然後給它搭配一個高瓦數的充電頭 它就會等於是一個Magic無線充電盤 給你15W的功率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是需要把線 接上我們的手機的 例如你要把你手機接上筆電 接上CarPlay等等之類的用途 那這個時候蘋果本身就很聰明喔 它會知道說這個時候你需要比較充電的是你的手機 那當你手機充到80%電量以上的時候 你不需要把這條Lightning線拔下來 因為對蘋果來講這兩個東西已經連在一起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它判定到你手機已經有足夠電量了 它就會直接把它倒到Magic外接式電池上面 就代表說你手上的iPhone 12 它本身是有反向充電的功能的 但是呢各位 這必須要是蘋果完整的生態鏈才自己做得到啊 雖然說我們不確定說未來蘋果會不會把這個 MagSafe反向充電的功能開放一些第三方的廠商 但是至少解決我們之前的疑慮啦 因為之前我們都很關心說蘋果在經典推出的 iPhone 13會不會有MagSafe反向充電的功能嘛 那依照目前這個情況來講應該是有的 不過至少這也代表說 你一定要使用蘋果自家的產品 才能享受它這個完整生態鏈的功能啦 那像你說蘋果這顆MagSafe外接式電池 是不是值得購買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真的非常見仁見智啊 其實對於大多數人來講 它可能都不是那麼適合喔 因為你說2990這個價格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運用 你是可以買到他牌大容量的MagSafe行動電源 甚至你也可以不要講要花那麼多錢啊 你可能花個幾百塊去買一個 1萬毫安時的行動電源 然後你還可以花590去買很多條的蘋果原廠充電線 放在家裡啊包包的各種角落 你是可以做更好的充電預算管控的 但是你說這顆有沒有值得購買的點 我認為還是有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必須想說 蘋果設計這個MagSafe外接式電池它的用意是什麼 它主要的用意是要讓你說 你在一整天下來的使用 你都不需要擔心電量喔 因為說真的就算我們買到這種 好幾千啊 1萬啊 甚至2萬的行動電源 我們基本上也不會在一天的時間內 把它全部耗光喔 我們在一天正常的使用下來 我們頂多也只是需要它一下下而已嘛 那以蘋果這顆外接式電池 它真正可以給你手機的電池容量 我們換算一些損耗 大概就是一隻iPhone 12 mini的程度 雖然有些人說它是雙電池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換算會比較有感 其實它就真的非常足夠應用你一天下來使用的電量了 你要想喔 雖然iPhone 12 mini它現在只有2200mAh的電量 但是如果你把這顆MagSafe外接式電池給它加上去 它的電量就差不多等同於iPhone 12 Pro Max 那即便當在你有這顆MagSafe外接式電池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說你的iPhone 12 iPhone 12 Pro 會不會用到一天下來沒有電 那當然也根本不用講目前電量最大杯的iPhone 12 Pro Max嘛 那為什麼去年的iPhone 12 mini它的銷量賣得這麼差 我覺得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它的電量有關係啊 所以在蘋果出了這顆MagSafe外接式電池的時候呢 渴望在今年的iPhone 13 mini上面銷量是可以有一點提升的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它是喜歡 mini上面操作起來的手感 但是卻因為它這個很小的電量而放棄 mini這個機型嘛 因為它現在體積看起來真的是蠻輕薄蠻好帶的 而且也有蘋果本身自家的LOGO 那雖然說它一顆要賣到2990這個價格 但是因為有蘋果本身生態鏈啊 還有它自己自家的認證 你是可以預計說這個行動電源的產品 對比其他各家的廠商啊 它對你本身手機的電池管理健康度是最棒的 那甚至以mini現在的售價 你再加上這個2990 其實說真的兩個加起來產品的價格也是2萬多塊嘛 並沒有到一支iPhone 12 Pro Max 甚至iPhone 13 Pro Max價格這麼貴喔 那當然也根本不用講 今年要出了中間尺寸iPhone 13跟iPhone 13 Pro嘛 那在中間尺寸的iPhone 13和iPhone 13 Pro 它們的電池容量雖然不小也不大 但是在5G啊 甚至今年有可能要開放的120Hz螢幕更新率下面 它們的電量絕對還是不太夠使用 但是一樣 如果搭配這個Makeset外接式電池啊 你也是一樣不用擔心那個電量了 因為其實對我本身來講我就是這個族群啦 在以前我是比較喜歡iPhone XS啊 iPhone 11 Pro這個5.8吋的尺寸的 但是就是因為iPhone 12、iPhone 12 Pro 它們本身的電量在你開5G的情況下不太夠滿 我才在去年決定要使用iPhone 12 Pro Max 這個6.7吋 那在有這個Makeset外接式電池之後呢 你基本上也不用擔心說 今年要出了iPhone 13、iPhone 13 Pro 它的電池容量在你一天下來的使用會不夠了啦 所以其實結論來講啦 如果你的需求呢 只是要讓你的手機可以完美撐過一天的使用電量 那這顆Makeset外接式電池 絕對非常足夠你使用喔 加上如果你在辦公室環境啊 你有充電線的話 它是可以幫你變成一個無線充電盤的 再來它會幫你更加好好管理 你整隻手機的電池健康度喔 而且它本身看起來也算是輕巧好帶的程度 如果你本身是這些需求的人 這顆對你來講它還是值得入手的 雖然它真的是比較貴了一點啦 那當然在未來可以預期的是這些Makeset的配件啊 絕對會有更好的發展性喔 啊反正不管如果這顆Makeset外接式電池 台灣也還沒開賣嘛 我會找一下我們代工的門路 趕快買來開箱玩玩看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 分享訂閱和按鈴鐺的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 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篇通知囉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我們下支影片 krym agreement 我們下支影片 來看 crates 免好 школ